大家好 欢迎来到寻记慢聊 今天又是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看看网友们最近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但是在正式录节目之前还是先做一个广告 我们这个寻游在这个月的25号和26号将组织天津的游学活动 天津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城市 民国的时候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 特别是它是九国租界在这个地方 本身它有各种丰富的码头文化 还有洋文化这些东西 一部天津城可以讲是浓缩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所以要想了解中国近代史最直观的一个地方 离北京最近的就是天津 因此我们就组织了天津的游学活动 我们去看看迅位的溥仪皇帝住的地方 看看迅清的王爷住的地方 看看那些个民国时期的政要们住的地方 看看洋人留下那些个洋楼啊 教堂啊 另外呢天津的博物馆也非常赞啊 另外呢天津还是取义之乡啊 晚上呢我们还去听一场地道的天津相声啊 那么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踊跃报名参加 谢谢大家 下面呢咱们进入正题 在这个上一期翻牌的时候啊 我说这期咱们说呢很少有女观众 结果好家伙 评论区炸了 全是来报道的女观众啊 这个特别受鼓舞 因为我觉得女孩喜欢我们聊的这些话题 什么军事政治历史应该比较少 那我印象当中 女孩还是比较文艺的啊 比较喜欢那些个风华雪月的东西啊 我这人呢对这风华雪月的东西实在是不感冒啊 什么林志摩徐慧音 什么什么唐伯虎 我实在是不感冒柱之山啊 这个这个什么无中才子啊 这就就我记得我说过那个啊 到故宫参观 老是您看过沈从文的书吗 没兴趣 沈从武可以啊 这就对对从文实在没兴趣 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的节目应该没有什么女观众爱看啊 结果没要闹这么多爱看啊 这个这个太棒了啊 非常感谢啊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lady们 谢谢谢谢啊 好啊 YouTube网友叫高超问了一个问题 说听到马登 我想问袁老师 莫独缠鱼的时候 匈奴空闲40万 他们的骑兵如何射箭 下马射吗 求袁老师翻牌 呃这个骑兵啊 是可以在没有马登的情况下射箭的 国外呢 有马术爱好者实验过 只要你腿部的力量足够大 两条腿夹住马肚子 同时呢 身体顺着马后背的肌肉 正常运动 就你骑过马的人都知道 你不能压着马 是吧 你一定要顺着马来运动 你压着马 马都知道你人不会骑 你傻 他就折腾你 是吧 所以你顺着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 走向正常运动 在马背上射箭没问题 当然了在马背上放箭 精度是赶不上站在地上射箭 但是那种打仗不求这个精确射击 一群人过来放一层箭雨 放完就跑了 换个地方再放 所以百步穿阳并不重要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看近那个古人写的毛笔字都特别好吧 尤其你看什么故宫里边的那些个匾额的都是皇上拿这个大抓笔写的字多大 皇上就要写多大 写的跟这盘这么大 比这盘还要大 是吧 他不可能说在这个小纸上写完了 然后投影仪放大课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那会儿这是必修课 但是他们不会打王者荣耀 他们也不会玩CIS 今天如果咱们也是用毛笔跟人交流写信 你也会写 所以那会儿没有马灯就得那么射箭 他就练出来了 后来有了马灯了 就没有人再会这个了 就跟今天谁会钻木取火 大火机车一点就着了 钻木取火你会啊 那古代没有大火机都是必须钻木取火 所以那会儿的人会这个一点都不新鲜 好 这个群星讲堂APP网友叫张力群问了一个问题 说元老师您好 您讲到法国呀 没有实力单独对付德国 那应该是在德国强夺奥地利之后吧 在希特勒违反反尔赛条约跨过莱茵河 进入非军事区的时候 当时的法国应该可以秒杀德国的吧 绝对是秒不了的 法德两国绝对没有谁占压倒性的优势 你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入侵法国 一直是处在这个主动进攻的一方 打了四年几度逼近巴黎 最终巴黎昂然不动 是吧 就是法国的东北部打成了一片焦土 但是巴黎没有动 法尔登也啃不下来 所以战局一直就成焦灼状态 那么当时德国的实力是略胜法国一筹的 都没能够把法国消灭 那反过来 当法国的实力跟德国持平或略胜德国一筹的时候 你觉得他能秒杀德国吗 我觉得这是根本不现实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有战斗力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战争意愿 法国实在是没有战争意愿 太让一战打怕了 死的人最多 毁的地儿最多 他跟比利时两国是最惨的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就为了这点事 没有关系到他生死存亡的事 就去跟德国开战 这是肯定不会的 好 再聊这个巴塔和阿塔那一期 YouTube网友张三 这个问了一个问题 说昨天晚上呢 就和一个被洗脑的家伙聊阿塔巴塔 正好拿这期视频去教育他一下 谢谢袁老师 我觉得呀 真的没必要 就是这个最不要想改变的就是人的思想 饮食习惯都好改变 是吧 思想是改变不了的 因为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他活了这么多年了 思想和价值观根本不好改 你改这个思想和价值观 最后说白了 自取其辱 是朋友也做不成朋友了 所以在一块你就聊什么酒好喝 什么牛好泡 就别聊这个话题了 那这个话题实在是没有 没有意义 我也不希望 那这个我的 粉丝拿这个些东西去跟别人辩论 最后把你气个半死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劲呢 没劲啊 循运甲堂APP网友月下独卓 问了一个问题 说请问方老师 为什么历史学界不认同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 有哪些积极性 我不认为历史学界不认同这个地理环境决定论 我觉得很认同这个观点 是吧 因为好多的这个著作都是这么来的 而且咱们中国古人写历史也是 咱们讲过阅读古代的史籍四把钥匙 地理 直观 年代 就是年号 还有避讳 你不懂地理 不懂直观 不懂年号 不懂避讳 你看不懂古书 所以地理是以很重要左图右始吗 是以很重要的元素 而且我强调过多少遍 为什么这个中国人种土安谦 为什么中国人的性格里多了一层服从的意识 就是我们这个地理环境决定的 哪也出不去 是吧 内部的土地辽阔 便于耕种 是吧 你生产技术得自于父母 得自于长辈 所以形成了这个东西 这我讲过很多遍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地理环境决定论 是不是有哪些积极性 就基本上可以决定 他就是这么决定的 是吧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没有这个这个否认的意思在里边 地理环境决定你的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决定你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形式 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呢 就是中国就是49年以后 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是经济决定一切 那你经济是什么决定的 你为什么这儿农耕 那儿游牧 那儿这个这个渔猎 那儿这个商业 不是还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吗 经济决定论不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吗 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矛盾 好 再聊巴米扬大佛那一期呢 YouTube网友乐 这个字可够乐的 说看完本期视频 想请教一下袁老师 巴米扬大佛 龙门石窟 奈良大佛 三者之间有联系吗 谢谢 正好代表了佛教的三个阶段 巴米扬大佛 就是那时候在印度时代的这个佛教 也就是建陀罗艺术那个年代 就是那个年代的佛教 然后先传到中国的克尔克兹 秋辞那边 然后传入敦煌 然后一路东传 传到云港 传到龙门 这就已经到了汉传佛教时代 然后再传到日本的奈良 日本的奈良也属于汉传佛教 所以你看那个奈良 就是你说那个大佛 就是那个他那个东大寺那大殿前面的路 这个永路上铺成这个永路的石头 是三种颜色 分为五路 最边上两路来自于韩国 中间两路来自于中国 最中间那路 这个是来自于印度 这三种颜色都能看得出来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那这实际上代表什么呢 佛教的传承 从印度传入中国 中国传入韩国 韩国传入日本 所以这个日本的佛教 他等于是最晚形成的 就这么一个意思 正好三个时代 好 这个寻技讲堂APP网友句号 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这个原来说您好 那请问为什么二战前 意大利靠自己度过经济危机 而同为轴心国的德日 只能靠对外扩张 转嫁矛盾来解决经济危机 因为这个意大利的经济啊 它跟世界的联系 没有那么紧密 甭玩出口进口 都没有那么紧密 你能想象的 你能想象出来 意大利有什么拿手的产品 出口吗 特别依赖国外市场 有吗 披萨饼 红酒 他自己也能消费 是吧 那会儿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瓦萨器 什么普拉达 也没有这些奢侈品 是吧 他没有什么这个东西 所以他其实跟世界的联系 不是那么紧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意大利法西斯 上台时间比较早 非常早的就搞了这种国有化的政策 也就是咱们讲这个国家调节 他比德日都要早 因此呢 他的这个经济危机呢 就是自身就度过了 他也都爱扩张啊 侵略阿比西尼啊 就埃塞俄比亚 那不也是对外侵略扩张吗 包括打这个这个西班牙内战 干涉西班牙内战 也属于对外扩张 不是没有 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小怂祸 是吧 他干什么事也不是那么特别出名 所以你就感觉他没有扩张 他不可能不扩张 对吧 好 循迹讲堂这个APP网友TX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说说晋朝嫁过四任丈夫的宋一 说这个东晋皇帝啊 即使在弱势也不会轻易让自己的女人再嫁吧 这个这个我还真后来是 查了一下啊 我真没听说 查了一下 这宋一啊 最早是石虫加一个吹笛的 石虫送给了王堆 王堆为了显示自己不尽女色 把这些侍妾遣散 这宋一呢 就进了司马绍的后宫 司马绍临死 群臣觐见 要求把宋一送出去 当时立不尚书阮福 就主动接过来 当了侍妾 阮福一死呢 宋一又去侍奉妾上 这四次确实 但他没有一回是当正访 都是当妾 所以你说那私人算丈夫也行 算主公也行 那吕布还换仨主公呢 是吧 而且那个时候的道德观念 跟现在想的不一样 那会儿不觉得 自己的女人送人很丢人 那这个人吕布也不也这么干吗 中国啊 古代的中国啊 在南宋以前 男女的观念没有那么闭塞 你说这个宋朝 这个应该比唐朝闭塞多了吧 那这个宋徽宗头 还有女生的相铺呢 那相铺都半裸的 几乎或者几乎就传裸的 女生的相铺呢 是吧 这大家都可以看 等到南宋 珠希那套礼学形成 但到了明清 咱们才 就是中国人的那种保守啊 什么男女受受不侵 那那套 这个占衣裸秀 既为师节 都是那个时候的观念 才形成的啊 在聊阿富汗民族这一期呢 YouTube网友KANE NOD 问了一个问题 说最近写小说啊 在看一些五代十国背景的书 想请教这儿 袁老师 感觉五代十国的历史非常精彩 为啥国内历史课也不多提 这方面的书也很少 感觉好像在故意打压 这段历史 这个绝对不存在 怎么可能在故意打压呢 而且现在这方面的书挺多的呀 是吧 我也专门讲过这五代十国呀 如果故意打压 这个很少提我上哪查这些资料去 我也都是从书上看来的资料 我也不是亲历者 不是故意打压 我这个课本为什么很少提呢 薄薄的一册课本 一个学期叫学完 周勤汉唐 这些个这个袁明清 这些个大王朝都都 都蜻蜓点水一笔再过 那五代十国能点上就不错了 那朝代歌里有一句就不错了 而且他时间短 事儿又多 人名地名太乱 就跟那个东晋十六国一样 也很少提 是吧 就是对这玩意感兴趣的人太少 是吧 我这个讲那个 呃 腾飞五千年 讲到这东晋十六国五代十国 我自己都晕 看着搞得我自己都晕 一会儿蹦出了这个 尤其那八王之乱 司马这 司马那 没一个活的 全是司马 这乱 是吧 我就能进入司马南 别的我都记不住 你想想 是吧 这太乱 是吧 其实不是故意打压 好 循尼讲堂 APP网友 循记 AFVK 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可以讲讲古今中外留胡须的历史吗 中国古代叙循有什么规矩和讲究吗 看以前欧美和中国的老照片 政要们还是留胡子的 为什么现在呢 感觉除了阿拉伯等信仰 伊斯兰教国家 很少看到有国家元首和政要们出席正式场合 有留胡须的 留胡子在古代无论中外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你比如说埃及 古埃及只有法老才能留胡子 胡子不够多的还得贴假胡子 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出一个女法老 叫哈特舍普苏特 他的雕像上就刻了胡子 以示他无上的权威 那么中世纪很多人 很多欧洲人认为 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 就是罗马人喜欢剃胡子 搞得自己丢了武德 所以中世纪的欧洲人一直到近现代 都留大胡子 马克思恩格斯都留 那么随着工业革命以后 这个叙须这个习惯才逐渐消失 这跟卫生观念的普及有关 1902年 纽约奶制品行业就禁止工人留胡子 因为你这个工人大胡子会滋生细菌 影响到牛奶的品质 所以从20世纪开始 人们就逐渐不再流行 留这个大胡子 至于中东常见大胡子 你想的 伊斯兰社会男权是完全压倒女权的 这胡子又是男权的一个代表 所以肯定要留 中国古代男子满二十就不能替虚了 但实际上都不到 男子一成年若观之年就不替虚 但是你注意没有 中国人很少能流出像白种人那种 我塞大胡子 我有一个朋友试过 我有好多朋友续须 续须 我见过他们续须 都是山羊虎 就从这下来 一做 也是尖的 就你不用替 他自己就长成这样 他绝不会长成这样 像钟葵 像张飞那样 基本没有 非常少 非常少 所以这个你现在看的确实 这个续须是不太好看 就是主要觉得脏 觉得人脏乎乎的 另外也就显老 我还想五十岁以后续须的 我们公司都不同意 啥玩意找一老头来讲了 也都不同意 每次我上镜之前都问 原来是剃胡子 必须的 我就留那么一点都要剃了 是吧 你问我来为这个是吧 那不可能的 好了 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儿 欢迎大家在《循迹讲堂》APP公众号或者YouTube上收看《循迹慢聊》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谢谢大家